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 或者说我们说的更加客观一些 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 失去了它西边的那一部分 这样说可能更加符合历史的原貌 虽然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方便表述 他们经常会说西罗马的灭亡 其实罗马从来就没有分家过 分字是有的 分家是没有的 所以罗马还在 我们上一节课也讲过了 这个时候哪怕西罗马的 它的那个行政制度不复存在 但是还是有三股势力 是西罗马的残余的政权 所以我们这个概念一定要很清楚 否则我们后面的历史变迁 就有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从这个时候开始 西部的欧洲就进入了后西罗马时代 我们把从这一段时间开始之后的一千年 统称为中世纪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初期的三百年中 在这一块版图上它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的事情 就像在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城堡里 突然之间全部的灯都灭了 那大家刚开始就有点不适应对吧 但是时间久了呢大家就认命 因为大家都必须在这个城堡里继续生活 所以大家就摸索着重新开始过日子 这其实就是西罗马版图上的那些蛮族 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当时的社会一片混乱 公共管理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蛮族单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法继续生活 罗马的前朝移民 他们就选择用脚投票 很多的移民就回到了意大利半岛 甚至还有回到东罗马的版图里 唯一剩下来的社会组织结构就是教会 但是教会在当时 它也受到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影响 所以他们和罗马的沟通也是不多的 主要是各地的主教建立独立的修道院制度 这就导致他们和当地的贵族 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联系是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中 慢慢建立起来的 毕竟教室是文盲社会的唯一依靠 因为大家都不是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 这是西罗马被蛮族分割以后的版图 这已经是一个大大简化了的图 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 其实它事实上有很多很小很小的部落王国 在这里都没有标注 大家主要了解一下 几个主要的蛮族部落王国的构成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些王国里面它还有更小的那些小公国小博国 这个是封建制度嘛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首先呢 当时最具有势力的是西哥特王国 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的西面 在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西班牙这个位置 大家要注意 我在这里说西班牙也好 说意大利也好 都是指一个地理概念 而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那个时候还没有主权意义上的国家 我们是为了方便描述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毕竟说西班牙 大家比较容易 它在什么地方 西哥特王国呢 是最早和罗马帝国达成互相合作的这么一个蛮族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在西罗马被蛮族瓜分之前 他们就已经为罗马做了将近100年的保安 对吧 他们是罗马的雇佣兵 而且有些西哥特的那些非常杰出的将才 还在罗马的部队里面做非常高的职位 甚至有的还做了皇帝 但是后来保安反了业主 对吧 他们就盘踞在伊比利亚半岛上 也就是西班牙 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势力还包括在比利牛13以北的地区 他们的范围是相当的大 还有呢 就是当时驻守在高卢的罗马部队 在西罗马之后 在那里还坚守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和周围的部落在争战 他们远在天边 对吧 罗马的都城很远很遥远 所以罗马虽然陷落了 但是帝国还在 军师坦丁堡还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他们继续向罗马帝国效忠 一直要到公元481年 他们被一支蛮族部落打败 这支蛮族部落就叫做法兰克 所以法兰克呢就占领了高卢这一部分的地方 这个王朝呢 一直存续了将近400年 一直要到公元的843年 就是按照我们上一次介绍过的蛮族的巨存法 法兰克王国被分成三份 就给了三个儿子 应该说是查理奈的孙子 他们就分裂成西法兰克王国 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 那也就是现在的德法义的前身 在入侵罗马之前 东哥特人 西哥特人 包括旺达尔人 伯根帝人和伦巴底人 他们都已经接受了亚流派的信仰 但是法兰克人并没有 他们当时还是相信他们的原始宗教 后来呢 是伯格帝人 首先改姓正统的大公信仰 并且把他们一个基督徒公主 嫁给了法兰克王克罗维 在公元496年的时候 克罗维身上就发生了一件 几乎和君士坦丁大帝信主过程 一模一样的事情 也是在战争的时候 他看到了异象 于是呢 在他胜利之后 就率他的三千部下集体受洗 这个就成为西罗马灭亡之后 第一个归信基督的日尔曼部族 而且他接受的是大公信仰 他承认罗马主教的权威 这就开创了一个先河 什么先河呢 就是君王的信仰 可以左右整个王国的信仰 这个以前是没有过的 大家记不记得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 人还是有良性自由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基督教 你也可以选择当时继续的那种 罗马多神教 一直要到第二多西一世的时候 你不信基督教的才开始被排斥 但是在蛮族中间 他们是没有那一套 要统一思想 统一信仰的这个概念 所以当时的伯根地归信大公教会 这是一个良心自由的归信 但是到了克罗维王朝 就开始了这个惯例 这个惯例要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 我们还能够看到 当时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就一个国王改信改宗了 改信新教 那几乎整个国家的人民 都得跟着改宗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格德人 东格德人呢 他一直住在意大利这个地方 当初他们和罗马一起联合起来 对抗匈奴 所以呢 战争之后 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但是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安定的一个因素 就是罗马城 罗马城是保罗殉道的地方 是西方基督教的中心 是圣地 所以呢 作为帝国担当的东罗马帝国 他们对罗马的失落是耿耿于怀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惦记着啊 一定要抢回罗马 你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在欧洲的东面呢 有一个地方被伦巴底人占据 这个部落后来是有故事的啊 我们先记住这个位置 至于欧洲的北面呢 那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地方 不列颠岛上被蛮族占领 昂格鲁撒克逊呢 在那个岛上过着没有文字的生活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他们发生了什么 蛮族在一起 你说能干什么 对吧 不就是打来打去 杀来杀去 抢来抢去 估计和那个电子游戏里面 那个帝国时代差不多 这些王国呢 它都有一个名字 叫做日尔曼罗马王国 因为他们在和罗马帝国 最后摩擦的那一百年当中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帝国版图的 据存者 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征服者 他们就觉得 哎呀我跑到一个地方住 你如果不让我住 我就要和你干 一直干到你让我住 突然有一天 罗马政府没有了 对吧 那大家干嘛 大家欢天喜地的 不用交税了 对不对 于是呢 小日子过起来 土地照样耕种 该干嘛干嘛 政府没有了 我们照样过日子 对不对 那一切都简化到了极点 那如果一定需要 有一点公共管理 那就去找教会嘛 对吧 教会知道该怎么做 当时的教会呢 它随着罗马政权的消失 教会的组织结构 虽然没有罗马政府那么精密 但是也有强大的组织社会的功能 它虽然它也有一些简化 但是它还是有组织社会的功能 而且还不是从世俗层面上 是从精神层面上组织社会 这个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把这些王国的更替 想得很高大上 事实上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 现在的考古学也证明了这个说法 当时呢 人口锐减 城市衰落 外敌入侵 人口流动 基本上这几个特征 都是那个时代的所有城市的典型特征 而且本来西欧就不是罗马帝国 特别繁华的地方 这里是没有什么大城市的 帝国的繁华部分都在东面和南面 也就是说 主要的罗马帝国的大城市 都在意大利板块 西班牙板块 还有就是小亚西亚和北非 根本就不在欧洲 欧洲一直是很蛮荒的 希腊是属于东方的 它是属于东罗马帝国 它不属于西欧 我们现在这样看 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蛮族入侵的时候 它只冲垮罗马帝国的西部 因为东罗马 它那一块区域是非常强大的 它包括的地中海东部和叙利亚和埃及 都是在文化上历史悠久 而且在经济上 也是最发达的地区 西罗马是相对落后的 所以当时入侵的蛮族部落 大部分都是在高卢西班牙北非 这个地方割据 他们虽然建立了王国 但是他们对东罗马的皇帝 保留了一份尊重 他们经常会派人去军事坦丁堡 去讨赏 或者去讨册封 大家还记得那个意大利王 对吧 他还把末代皇帝的权杖和皇冠 打了一个包 派人送到军事坦丁堡 他自己呢 把自己当作是东罗马的封城 他的钱币上 他印的也是流亡皇帝 尼泊斯的头像 对吧 所以东罗马作为 这个时候的帝国担当 他还是很有一些老大哥的样子的 毕竟高大上的罗马帝国 是所有蛮族都想攀的一个亲戚 这就是当时后罗马时代的 欧洲版图的政治情况 一个破碎的西方 连公共管理都没有 一个强大的东方 有着当时最复杂的帝国管理机构 所以这东西两方面的对比 还是很强烈的 我知道我如果说 欧洲这个时候很穷很落后 可能有点颠覆大家对西欧的印象 但确实那是真实的状态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就从认识欧洲的地形开始 首先我们要更正一下啊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欧洲这个概念 关于大洲大洋的定义 是要在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事情 欧洲呢作为一个地理概念 在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使用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政治区域 或者它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 而且呢罗马帝国呢 也并没有涵盖今天欧洲的版图 它更集中的是在西欧这一部分 那个时候对世界的理解 就是罗马和画外人 就不是罗马的地方 全部都是画外人 就是没有开化的地方 欧洲对罗马帝国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存在感 除了凯撒曾经征服了高卢 写了高卢战记 其他几乎没有什么记载 毕竟它离帝国的中心实在是太远了 罗马帝国我们看过它的版图 对吧 它是环绕地中海的 你现在看看 它好像是横跨亚欧飞 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三大洲的概念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概念 旧大陆 所以帝国的扩张 包括统治和征服 它只遵循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方便 哪里方便去哪里 哪里顺手就攻打哪里 这个很好理解 四字都是挑软的捏 作为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帝国首都 它向北它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图上 罗马的北面是什么 是阿尔卑斯山脉对吧 那有这个山脉搁着 那个时候就是天欠 于是罗马的扩张 全部都是遵循希腊的足迹 希腊是怎么扩张的 是向南占领非洲 向东征服小亚 还有就是连接这两者之间的中东地区 所以罗马也是按照这个路径 所以当时文明的地方都在哪里呢 都在亚历山大加太基这种大城市 对吧 都在北非 都在埃及 像尼西亚 安提亚 军事坦丁堡 都在东面 都在东部 这些地方都是产量大户 那你说在农耕文明时代 哪里农产品丰富 哪里就富裕 对吧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亚历山大当时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教父圣奥古斯丁 是在加太基所的教育 这个就很好理解 所以呢 当时的古代意大利 它和北非的交往 要比北欧蛮族部落要容易得多 他穿过地中海就可以了嘛 对吧 在使徒时代 使徒保罗的三次旅行步到经历里面 他就有坐船跨越地中海 去希腊罗马的那个描述 更早一些 在约拿书里 我们就能够看到 约拿想坐船去塔斯 对不对 塔斯就是西班牙 那个就已经几乎是横穿整个地中海 所以地中海航线 在罗马那个时代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形图 就不难发现 环绕意大利的都是海 只有北面是山 那罗马的势力影响范围 就基本上被锁在南欧的地中海文化圈 这个地中海文化圈就包括西边的西班牙 西班牙它北面还被比利牛13阻挡 所以欧洲对它的影响也没有罗马这么直接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南欧很多天主教国家 西欧北欧呢有很多新教国家 这个就和地缘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东欧就不用说了 东欧那是东正教的地盘 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 在公元814年的版图上 我们看到有一些变化 有三大势力包围着法兰克王国 和处于意大利的罗马教廷 北面的维京海盗呢 这个时候它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 它这个势力啊 是很让人头疼的 它经常骚扰欧洲 它很容易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 或者沿着河流 它架着快船就来了 对吧 它打的是闪电站 它来了就抢 抢完就跑 等你集结完士兵来对抗的时候 它找跑的没引了 东面呢 又有新的蛮族形成 这个就是斯拉夫部落 这个时候斯拉夫部落 还没有形成政治团体 它只是一些贩卖奴隶的城邦 斯拉夫嘛 它英文就是slave 就是奴隶的意思 南面呢 我们看到一东一西 出现了两个穆斯林势力 这个时候是公元814年 伊斯兰势力是从622年就开始了 经过将近200年的扩张 他们已经严重地缩小了东罗马帝国的版图 并且他们也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 向欧洲的腹地扩张 法兰克帝国的版图 这个时候看起来已经非常大了 对吧 它包括了意大利 也就是说法兰克的势力范围 它已经翻越了阿尔卑斯山 进入了亚平林半岛 意大利这个半岛上 它处于法兰克势力和东罗马势力之间 它呢 还有一个教皇国 在意大利半岛上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从前面一张地图 到这一张地图 这个中间经过了200多年的时间 差不多不到300年吧 那么我们看到它的版图 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 那我们就来罗列一下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这个欧洲的版图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事 我们知道历史都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 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天就成就的 我们从西罗马的灭亡开始说 那西罗马破碎了 那作为当时的帝国担当 也就是东罗马帝国 自从失去了西边的土地以后呢 他们就一直耿耿于怀 一直想光复帝国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但是前面几任皇帝呢 他们也深受蛮族和匈奴的困扰 因为西罗马帝国当时 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没好过多少 所以他们是没有什么精力 来对付已经占领西罗马地盘的那些蛮族 所以呢 他们就消停了很长一阵子 这种默认的状态呢 就让这些占领西罗马地盘的蛮族 认为自己是西罗马的合法居存人 就是你东罗马也默认了嘛 对吧 所以呢 大家也向东罗马拍马屁 去效忠 也去讨要赤风 东罗马嘛 你知道的嘛 他们还是很高大上 对这些乡下的穷亲戚 他们的脸色当然是爱理不理的啊 那蛮族也无所谓嘛 当时交通也不发达 各国各的小日子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对吧 但是到了六世纪的时候 拜占庭帝国就出现了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皇帝 很厉害的一个皇帝 就是查斯丁尼一世 到他这个手里就不一样了 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有为皇帝 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牛的将军 所以呢 他就试图在西罗马帝国 曾经的疆域上 重建帝国的辉煌 他就发动了 针对在意大利半岛上的 东哥特王国 就发动了一场战争 后来历史学家 把它叫做哥特战争 他打哥特人士 其实是没啥道理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 当时的东哥特人士 和罗马一起打过匈奴的 对吧 打完以后你们罗马同意他住下来 那经过了一百年了 大家都在这里活了好几辈子了 你突然反悔了 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大对 对不对 有些历史学家说 当时西哥特人和罗马教廷有摩擦 所以呢 罗马教廷就向东罗马告状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因为罗马教廷是没有军队的嘛 他们的保护者 那个时候依然是东罗马 东罗马是他们的娘家人 他们的皇帝在那里 所以呢 查斯丁尼就去打了东哥特 他本来以为是数战数决的一场战争 结果没想到这一仗打了将近三十年 把罗马打成一片焦土 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流失和财产损失 那战争之后 接下去是什么 就是饥荒 对吧 那没人种地了嘛 打仗的时候谁还种地啊 人都跑光了 地没人种了 所以饥荒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饥荒后面紧接着是一场毁灭性的 查斯丁尼大瘟疫 这个事情都是连续的 所以尽管拜占庭帝国最终还是获胜 但是他被证明这是一场非常惨的胜利 所以这些因素就促使了意大利半岛当时人口骤减 所以他被占领的区域人口严重不足 他就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管理 所以呢 他虽然收复了意大利 但是他的代价是巨大的 把东罗马的钱都打光了 而且把罗马打成一片废墟 所以他最后也没有能力去藏壁管辖 最后呢 被旁边的伦巴底人捞了一个便宜 所谓的螳螂普禅黄雀在后 伦巴底人呢 就有点像圣经里面的乙东人啊 他们专门趁火打劫 他们就占领了毫无还手之力的 意大利的北部啊 并且还向南部也攻陷了很多的地方 他捞了一个大便宜 并且在那个阶段呢 他们也皈依了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信仰 他们本来也是亚流派的 但是呢 他们和罗马教廷的摩擦一直都有 这个摩擦呢 就为后来的教皇和法兰克的结盟 就埋下了一个种子 从这一张放大的地图上看啊 伦巴底王国基本上把罗马团团包围了 那罗马教廷当然是非常不放心 对吧 这种形式你分分钟可以灭了他 教皇又没有兵权呢 对吧 他想保护自己 他就不得不远到千里之外 向东罗马帝国求救 那等到东罗马帝国发兵过来 你路上走都要走好几个月 对吧 等他们赶到估计仗都已经打完了 这个就是罗马教廷的危机感 当东罗马靠不住的时候 教廷就很自然的想和世俗政权结盟 原因也很简单嘛 世俗政权有军队啊 那你教皇只是一个空帽子 对吧 教皇没有刀剑的权柄 在那个时候 他们也没有金也没有银 对吧 他们有的只是信仰上帝的力量 所以接下去呢 马上东罗马就靠不住了 因为 因为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因为伊斯兰崛起了 伊斯兰是从公元622年开始的 我们知道宗教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它最大的功能是组织社会 对吧 那本来阿拉伯半岛上的人 都是部落成帮 你连帮都联不起来 对吧 那当时的波斯帝国也没有涵盖他们 但是有了宗教就不一样 宗教组织社会的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伊斯兰社会就迅速崛起 这一股来自茫茫阿拉伯大沙漠的 阿拉伯骑兵 他们统一在新创立的伊斯兰的旗子之下 突然之间从沙漠里面冒出来 冲击周边所有的定居的农业社会 那恰巧 东罗马和波斯 刚刚经过了一场长达100年的较量 东罗马和波斯一直在打仗 我们学那个 罗马的帝国的那些五贤帝的时候就看到 那个五贤帝其中有一个 就是在和波斯打仗死在路上 当时整整打了100年 双方都是筋疲力竭了 所以他们对阿拉伯部落是没有足够的防备 再加上查士丁尼大帝 东征西伐的对吧 他耗尽了国库 所以呢 结果只用了30年的时间 波斯帝国就被穆斯林打败 而且东罗马呢 他也失去了非常富裕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 这个对东罗马的打击是很大的 帝国最富裕的两大块都被伊斯兰吞没了 随后呢 阿拉伯骑兵继续向西挺进 他们是沿着非洲 沿着北非向西走 所以他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 建立了一个超级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从这一张图上的大色块 我们都能看到 原本统一地中海周边的罗马帝国 到八世纪的时候 他们已经分裂成三个势力范围 一块就是法兰西王国 一块是东罗马帝国 还有一部分就是伊斯兰帝国 地域最大的 经济也最为发达的部分 是穆斯林统治的地区 从最西面的西班牙 经过北非的沿岸 地中海沿岸 一直到最东面的叙利亚和两河流域 这一块地区气候最好 土壤也肥沃 而且还有河流灌溉 对吧 它是农业社会时期最好的粮仓 而且他们还掌握东西贸易的交通要道 农业和商业都很发达 所以伊斯兰势力崛起飞快 这个是很有原因的 因为打仗是需要钱的 东罗马帝国 它依然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正宗据存人 但是它的地域就已经缩得很小了 就已经剩下三四崎岖的希腊半岛和小亚西亚 面对穆斯林的威胁 它几乎自己都管不住自己 自顾不暇 所以它没有什么力气去影响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们不仅失去了农业基地 他们还失去了贸易的部分利益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来是坐拥黑海海峡的咽喉口 那所有从亚洲进入欧洲的商品 都要过他们那里 对吧 那转口贸易就够他们吃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伊斯兰通过征服 它开通了从哲布洛托海峡进西班牙的商路 这个就要分掉很多利益嘛 看完这个图 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伊斯兰势力 它念念不忘要攻打军事坦丁堡 它打了八百年 这个是他们一定要攻下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进入欧洲大陆的门户 你往泽布洛托海峡 往西班牙走 你是要面对那个比利牛13的 对吧 你从黑海海峡过去 你是场通无阻 在这个两大势力之外呢 剩下的版图还有两大块 一块就是意大利半岛 这个是伦巴底占领的部分地区和拜占庭占领的部分地区 那个时候的意大利是分裂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被法兰克部落占领的高卢地区 这个成为第三个势力范围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欧洲的雏形已经形成了 伊斯兰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以后呢 他们是不满足的 他们就继续翻阅比利牛13 继续向北 一直打到现在的法国土耳这个地方 当时的法兰克王国有一个公相 公相是大贵族嘛 有点像宰相的意思 一人之下 比其他的贵族地位都要高 这个公相呢 叫查理马特 历史上把他叫做铁锤查理 他在多尔战役中打败了伊斯兰军队 并且把他们赶回到比利牛13以南 这一场战争对整个欧洲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 你当时感觉不出来 就觉得打赢了一场仗 但是你现在看 他完全不一样 他这一场仗如果输掉 整个欧洲都在穆斯林的铁蹄之下 在伊斯兰势力崛起之前 法兰克的贵族首领之间 他如果有冲突 如果有矛盾 甚至有夺权这个想法呢 他主要是去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去商量 如果他需要合法性的话呢 他需要皇帝给他加持 至少皇帝认可他的权力范围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东罗马威风已经没有了 对吧 他自顾不暇 所以法兰克人呢 他就只好翻越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 请罗马主教帮忙 这个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啊 那么在天主教会呢 罗马主教又是拥有非常特别的地位的 那罗马是帝国的发源地 也是帝国最早的首都 当时的教会呢 也是由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创办的 对吧 那罗马主教算是彼得的聚成人 因为彼得是在罗马殉道的 在另一方面呢 在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 我们也学到过 当时的利奥一世 当时的大主教 他就勇敢地出去 在政府瘫痪的时候啊 政府完全瘫痪的情况下 他勇敢地出去为罗马人民去发言 去保护整个罗马城的公民 让他们免于杀戮 这个也是需要有非凡的勇气 他当然也为罗马教廷赢得了非常高的声望 所以呢 罗马主教他当时也是存担着维护当地安宁的这么一个责任 所以罗马的教廷 当时在西方的威望也是非常的高 当时呢 那个穆罗温王朝最后的一代皇帝 基本上不管是 就特别的 特别的无能 当时的帝国大权 就已经落在公相手里 那公相就是那个铁锤查理 公相呢 他是世袭的大贵族 加上铁锤查理呢 非常能打 所以他呢 功高盖主 到了他儿子那里 就是到了公元的751年 他的儿子叫矮子批评 因为法兰克王国上有很多批评 所以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征 他呢 可能个子不高 他们就叫他矮子批评 矮子批评呢 就对这个事情特别的不满 他觉得国王这样算什么呢 对吧 又不管是 那还整天那个 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干什么 所以呢 他就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也好 或者说他其他有其他目的也好 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教皇 他这个信里面呢 他就抱怨国王不管朝政 就觉得好像活儿都是我干的啊 言下之意其实挺明显 那教皇呢 就回复了他一封信 这个信里说 就是有国王之权的人 也应当拥有国王之名 这个话也很明显对吧 就是默认了嘛 而且他顺便呢 也抱怨了一下教皇的苦衷啊 教皇有什么苦衷 教皇的苦衷就是被 伦巴底人折磨的狗腔 那双方都是聪明人 对吧 一听就懂 于是呢 批评就率兵南下 把伦巴底给收死了 他在公元756年 批评就信守诺言 把伦巴底人 逐出了意大利 然后呢 他将所夺 夺取的那些土地 包括21个城市 就送给了罗马教廷 这个就是后来建立 教皇国的帮土 这个呢 历史上称批评赐教产 那你有土地就不一样了 对吧 土地上有农民 那教皇就变成了庇护主 就成为有产阶级 彼得说金和银 我都没有 这一句话 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不成立了 这个就为教皇国的 教会帮土奠定了基础 教皇他不但管理教会的事物 他最后也成为了 一个属世的统治者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穆斯林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间接地促进了 世俗权利和教皇权利的结合 世俗权利本来打打杀杀的 对吧 他们也没想过 还能得到上帝的加持 君权神兽这个概念 后来被世俗权利利用 教皇在得不到 东罗马支持的时候 他也只能向世俗权利 去发展联盟 而伊斯兰呢 就干了整个环节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削弱了 东罗马的地权 那人要聚成皇位 就必须获得教皇的批准 从这个时候开始 创下先例 这个事情后来也造成了 教皇和皇帝之间强烈的斗争 在这一段斗争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的历史 以前呢 罗马主教经常会请求 东罗马皇帝派奔援助 对不对 现在他只好翻过阿尔比斯山 去给川位的法兰克新国王批评 去主持加冕仪式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联盟嘛 为了和法兰克人联盟 所以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 罗马主教和王公贵族 他们在政治上相互合作的模式 就开始建立了 在这个时候的加冕啊 是法兰克国王 就是加冕那个批评 他是法兰克国王 因为他原来是公相 他根本就不是国王 他要有合法性 所以他要加冕他成为国王 他的那个合法性 是教皇给他的 所以军权神兽 从这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概念 后面还有一次加冕 是查理曼大帝的加冕 那个不是国王的加冕 那个是皇帝的加冕 那有人说 中世纪的欧洲的形成 是因为阿拉伯蛮族的入侵 东罗马帝国国立的衰退 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自从矮子批评成为法兰克国王之后 卡洛林王朝就开始了 前面那个克洛维大帝的时候 他那个王朝叫做摩罗温王朝 矮子批评有一个很牛的儿子 就是后来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查理曼大帝 就是我们的红桃老K 查理曼大帝的原名呢 他就是查理 查理曼呢 就是查理大帝的意思 他和他的爷爷铁锤查理是同名的 所以他们就是很多查理 很多路易 很多亨瑞 很多批评 都是这样的 所以特别烧脑 我们看欧洲历史 人民就能把你给绕晕啊 我们anyway 我们接下去来看 查理曼大帝这个人呢 他是非常能打仗的 他南征北战的那些事情 我们就不说了啊 他管理的法兰克王国呢 不断地扩大他的版图 扩大的原因呢 也非常好理解 国家的稳定 是需要有安全的边境 法国的西面是海 对吧 他的西北也是海 北面呢 他搁着海峡 和布列滇相望 在西南部呢 是比利牛斯山 它是天然的屏障 南面呢 是阿尔卑斯山 也是天然的屏障 他唯一不安定的因素在那里 就是来自他们的东面 东面是蛮族的地盘 蛮族层出不穷 就像一个蛮族生产机一样 那打完一波又来一波 我估计那个植物大战 僵尸那个游戏的灵感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 查理曼大帝的战役 都集中在向东扩张 他向东扩张 就是想把它打到自然边界 因为自然边界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驻守的守军 不用太多 你一条河啊 或者是一座山啊 他都可以把你拦住你的敌人 所以他一直向东扩张 他就是想找到一个天然的屏障 在这种动机的驱动下 查理曼大帝基本上统一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 而这一大块的地理位置 就成为后来法国 德国 意大利的前身 也包括一些低地国家 这个时候呢 西欧基本上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地图 查理曼呢 他几乎一生都在打仗 他亲自带兵翻越阿尔卑斯山 攻打意大利半岛 他灭了伦巴帝国 他保卫了罗马周边的安宁 为教皇效忠 所以教皇呢 是很感动的 他还将伊斯兰势力 推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南面 一直达到伊波河 他也征服了德国北部的萨克森人 这场战打了三十多年 所以他最后呢 用剑强迫他们接受了基督教 萨克森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 萨克森在七百多年以后 出了一个很有名的选帝后 他保护了马丁路德 在这一张图上呢 橙色的那一部分 就是查理曼大帝征服的区域 第一呢 是伦巴帝国 他彻底解除了 他们对教皇国的威胁 法兰克的势力呢 也第一次翻越了阿尔卑斯山 进入了意大利地区 从此呢 教皇国和法兰克的后裔们 就开展了旷日持久的纠缠 第二呢 第二呢 是比利牛斯山这一块区域啊 第三呢 就是萨克森 而且他继续将法兰克的版图 扩到了自然边界 也就是一些河流和山川的边界 这是公元814年 法兰克王国的版图 相比前面的三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他稳步的扩张 这是整个法兰克在欧洲的具体位置 这样看会更直观一些 我们平时说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有三个概念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经常会出现在同一句话里面 比如说中世纪的欧洲社会 是以封建关系为主导的 这一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正常 但是其实这一句话 有三个概念性的错误 这三个概念在历史上 它不是同时出现的 就是中世纪 欧洲和封建 公元400年之后 就确切地说是476年之后 中世纪才开始 但是中世纪呢 它只是一个历史的划分 它只是一个约定禅属的划分 这个是后来的历史学家 赋予它的一个含义 但是今天我们讲了欧洲的成型 欧洲的成型是发生在 穆斯林兴起之后的 穆斯林间接地促进了欧洲的行程 所以这个时间呢 是大约在公元8世纪前后 而且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 按照法兰克的法典的规定 他们遗产均分 所以他们将帝国分为三 从这个之后 引起了非常混乱和动荡的200年 在这个时期 封建关系开始加强 原来的军事采义制度呢 就变成了世袭制的封建采义制度 这个才是我们嘴巴里 经常说的封建制度 这个形成是要在公元9世纪 也就是800年到1000年之间 而且呢 封建它的王宫贵族之间 它的关系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这个就更晚了 这个要到11世纪 中世纪中期才开始 所以呢 这三个概念 它的形成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讲这些 讨论这一些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面要对它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就不会产生一些误会 而且呢 我们还要在纠正 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对待封建制度的理解 我们对封建制度的理解 往往是按照马克思提出的 那个五段论来理解的 就是原始社会 就是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好像他们互相之间有一种观点 我们平时的理解呢 就是觉得好像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 就是一个封建社会 但是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我们要强调一下 那个只是落后的社会状态 但是并不是封建社会 我们通过上一节课的理解 我们知道封建是什么概念 封建是封土建邦 对不对 那中国的旧社会是不存在这样的关系的 中国唯一有过封土建邦的朝代是周朝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 对吧 是皇帝 下面全部都是诸侯 这个才叫封建制度 后来从秦朝开始都是郡县制 郡县制是跟封建一点关系都没有 郡县制是中央集权的 所以它不是封建社会 我们在展开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把定义先搞明白 你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的讨论和分享都是有效的 由统计学家说 人和人之间的争论 有80%是由定义的不同导致的 就是你脑子里的封建这个概念 和我脑子里的封建的概念 不是同一回事 所以这样在表述的时候 就会经常出现沟通上的一些误差 如果定义相同 如果在展开讨论之前 先把定义给确定下来 我们可以避免80%以上的争论 我这里倒稍微提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学习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会更加有共识 也更加好互相的理解和沟通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 12月25号 当查理曼大帝去罗马去朝圣的时候呢 当他跪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 教皇立奥三世 突然之间将一顶皇冠夹在他的头上 他呢 这个举动 就是立他为罗马人的皇帝 这个是西罗马帝国灭亡 三个世纪以后 西欧首次认可一位皇帝 我们知道 西罗马灭亡之后 整个罗马就只有一个皇帝 就是东罗马的皇帝 对吧 本来是有东西两个皇帝的 但是后来只剩下一个皇帝 而且东罗马也取消了西罗马的地座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设西罗马皇帝了 以前按照约定 东西罗马的皇帝是要互认的 所以你西罗马重新要设皇帝 你必须要东罗马的同意 但是教皇这个举动呢 他就好像他恢复了西罗马的地座 因为他的理由也很充分 他觉得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版图 基本上已经剧成了西罗马在欧洲的版图 所以他觉得西罗马的荣光已经回来了 他就把这个皇冠戴在了查理曼大帝的头上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完全没有把东罗马皇帝的正统 放在眼睛里 对不对 那查理曼大帝呢 估计当时也是挺吃惊的 当然了 惊喜是多过意外啊 但是查理曼大帝呢 他还是很有正统意识的人 他当初还曾经想过和东罗马帝国通过联姻 来解决帝国的正统性问题 他结果完全没有想到 教皇主动送上门了 这一件事情背后的意义呢 他远远比他表面上的要复杂 你表面上看呢 这好像是对查理曼大帝在西欧这块土地上 征服和守护的奖赏 是给他一个地位 但是背后更深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教皇有权利王和废王 那教皇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呢 根据圣经是有的 圣经里面那些王 有哪一个不是被先知高谋的 对吧 像扫罗大卫都是被先知撒末尔高谋 所以教皇这么做 从字面意思上来说 你很难说他是错的 那么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就只能问教皇本人 法兰克王国呢 从此就变成法兰克帝国 查理曼呢就从国王变成了皇帝 国王呢英文叫king 国王只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但是皇帝呢是几个国家 或者几个联邦 或者几个联盟国家的共主 他有点天下共主的意思 那个时候的欧洲 他小城帮是很多的 他连一个公爵 他都可以成为公国 所以呢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公国 但是你皇帝只有一个 你可以有很多的国王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 特别是根据蛮族流行的 那个他们的聚成法和遗产法 他们是均分组上的资产 也就是说他的公国和博国 最后都会被分裂成几个 几个聚成人就几个小国家 所以呢他最后会不断地走向分裂 但是呢他皇帝始终只有一个 这个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凡是戴过这顶罗马皇帝帽子的那些国家 他都特别喜欢欧洲的大义统 比如说像德国 像俄罗斯撒谎 对吧 像法国的拿破仑 当然了他是一个异类 那包括现在的欧盟 他们做的都是同一个梦 就是罗马梦 查理曼大帝呢 他毕生都为法律文化和基督教奋斗 这个和前面的蛮族统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人都是受自己的主观制约的 不太会走出自己的认知局限 也不太会去接受自己不了解的文明 但是查理曼大帝不一样 他特别推崇罗马的文明 当时是以征服者自居的蛮族 他们非常亲世有文明的罗马人 他们经常会傲慢地认为文化是颓废的东西 查理曼呢 他在自己的住处就设立了皇宫学院 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纠正这种观念 并且以身作则 他呢自己就做这个学校的学生 他也尝试着去学习读书和写字 但是他因为长期挥舞着军府啊 所以他的手过分有力 他的手指呢是始终没有办法去学会怎样握笔 但是据说他还是能试字的啊 他只是不太会写字 他的童子呢带动了当时的卡洛林文艺复兴 这个是西方教会一段文学艺术宗教典籍建筑法律哲学的非常兴盛的一段时期 所以呢他们把它叫做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当然了这一些定义都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赋予他的 关于这个卡洛林文艺复兴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去找来看啊 我这里就不再展开 我这里能说一些相对我们这个课程比较有关联的一些内容 这个过程其实是蛮族真正开始启门的过程 开始开化的过程 在西罗马灭亡之后 整整三百多年 蛮族在他们的皇帝查理曼大帝的带领下 开始了他们文明的第一步 就是十字 当时的欧洲普遍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 除了教室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读书 而且呢有一些低级的教室 他们的水平也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也同样缺乏教育 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呢 查理曼他就广纳欧洲的优秀学者来到帝国 恢复和新办学校和图书馆 这个就形成了文艺复兴的局面 他当时有很多的教室都是从爱尔兰过来的 在神学方面呢 查理曼制定了一个叫卡洛林书 他呢对第二次尼西亚公会 这个会议里面关于圣像崇拜的内容 他进行了博策 他而且还利用王权的力量 指派了一些人员 组织他们去收集 当时能够收集到的各种圣经的文本 他进行脚刊 统一了圣经的文本 并且把它翻译成拉丁文 这个后来成为天主教通用的定本 他而且也授权那些教士 对基督教的一些文献典籍 进行大规模的抄写和修订 这个里面也包括圣本独愿规 就是专门对修道愿进行规定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本 叫本都嘛 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他 查理曼呢 他也要求每一座教堂和修道院 都要设立学校和图书馆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他后面呢 他还用拉丁文传授七亿 什么七亿 就是语法学 修词学 逻辑学 算术几何 音乐和天文 这个七亿这个课程 后来就发展成比较完备的 而且有独特的欧洲课程体系 一直到现在 很多基督教 天主教的私立学校 还在用这套体系 这套体系最早是亚里斯多德提出来的 但是在查理曼大帝这个时候 开始在欧洲大陆实施 当时呢 规定读写拉丁文是教师们的必修课 但是当时的古典拉丁语呢 他又非常的难懂 他有很多弊端 所以呢 学习起来是很有难度 当时呢 查理曼大帝呢 就下令啊 找专家对古典拉丁文进行改革 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首字母大写 和句子结尾用句号 就是在这一次改革中产生的 本来拉丁句子中间是不分的 是没有断句的 而且呢 当时的有一种书写题叫加洛林小凯 也在帝国的版图上 大家都扩展开 然后呢 大家都用这个相同的卡洛林小凯 开始写字 开始抄写 这样的话呢 他就避免了很多刊物抄写的一些错误 拉丁文经过这次改革以后呢 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规范了各个地区的民族语言 我们可以说 在今天的英语 法语 德语和西班牙语里面 他都有拉丁文的印记 欧洲各民族的语言 都是拉丁文的当地方言 所以拉丁文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他不普及 但是他活化在每一个民族的语言当中 成为一种活的语言 当然了 还有一些什么艺术建筑音乐 我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非常著名的格力高利盛勇 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入法兰克帝国的 而且在帝国的各个教堂名唱 总之 查理曼大帝是对欧洲历史 以至于今天都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说他 他们祖孙三代 铁锤查理 矮之批平 到查理曼大帝 非常像圣经里面的扫落大卫和所罗门 他们奠定了王朝的基础 扩张了王朝的版图 将基督教对世俗王权的威慑权柄 确立了下来 这个对后来千年的欧洲历史 打上了一个精神的基调 虽然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互相拉扯的事情 甚至有些吃相还很难看 但是那个都是人在滥用神的权柄 而导致的罪恶 在学习欧洲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如果没有放正我们的视角 我们非常容易看到心灰意冷 看到怀疑人生 我们用但一礼书的一句话 来做今天的总结 单一礼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他是这么说 单一礼书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根骨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他改变时候 日期 废王 立王 将智慧赐于智慧人 将知识赐于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我们这里就看到废王 立王 都是属于神的权柄 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疑义啊 智慧和知识也来自于神 这也是毫无疑问 所以呢 我们知道 无论这个世界上 这些君王 怎样的来来往往 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也求神 向我们显明 他那深奥隐秘的事 让我们在历史的场合中 能够看到神的作为 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 都归于他 这个邱隐秘的事 那학语 写立下